哈喽,大家好,我是永华,又到了游戏分享时间 当然今天话就是这个游戏哦 它的名字叫做朝暴人界 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在登录画面的时候 它完全没有显示它的游戏名字 然后这里话我们来看一下选区吧 哇,是好多区的耶,22区,23区 23区的游戏耶,所以我们现在就直接 话不多说吧,快点开始进入游戏 23区的话意味着这游戏已经有相当相当的年级了吧 23区不简单哦 嗯,正在检查更新,还有资料包 哇,怎么还有这么多东西啊 我下载的时候应该是已经全部都跑完了才对啊 这就不清楚吧 其实它本身就是,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个的话是一个算是动漫吧,日本动漫 那是Naruto吧 那个假如我没记错的话啦 因为日本动漫的话对我来说的话比较陌生哦 我比较没有什么去 没有什么,就是一个没有什么看日本动漫的吧 所以如果有的话也只是一些小部分吧 比如什么进军的巨,进击的巨人,sorry 还有那个什么Fairy 2啊,就是这些之类的吧 像些Naruto这些的话我就完全完全 还有什么海贼王之类的,我也没有什么去看耶 所以对他们的那个了解不是很多 所以这是不是Naruto的话,如果我说错的话你们也可以提醒我一下 来告诉我这到底是什么角色 呃,哦,又是这类型的,又是这种方式呈现的游戏哦 其实相对的来说的话,这类型的游戏也算蛮多了吧 在这个,就是在,就在我们所谓的Google Bear游戏区里面 还蛮多这类型的哦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游戏吧 嗯 哇,只是啊,现在你看 我现在用我的角色全部都100级,而且都是5星的,超夸张的耶 加速我看一下可以加速吗,也可以哦,加2 加3 可以到加3了,最快了,加3 当然自动战斗的话,它就锁着了,应该是不行吧 不行了不行了 5 然后这是干嘛呢,等一下 拯救人界 这这我就,这可能只是它的一个情节吧,就是它的 它的 哦哦哦 可以召唤新忍者 OK,我的团队吧,我团队简单吧,我团队 还有什么名呢,就有戏试玩吧 这是我的代表名字哦,来 确认 呃,忍者祭坛,这个应该是召唤吧,这种 这种看下去,哦,真的哦,真的哦 一个忍者,叫鹿丸 哦 还好不是鹿汉哦,鹿丸,OK好 哦,三星的,有吗 也没有 这是名人哦,名名哦,一名惊人的名吧应该是 然后当然这些玩了过后是怎么样 其实这类型的游戏的话,我相信你玩游戏的人的话 你对这类型的游戏你都觉得不会陌生吧,因为这类型的游戏也太多太多了哦 然后当然这里的话 我们还是得进去看一下吧,还是怎么样的一个 打法,怎么样的一个呈现方式,哦当然 可以放角色 哦 也就是 5个角色 5个哦,你一次过就都只能带5个角色 就这么简单,来我们进入战斗 看一下哦,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攻击方式 5,就是这样子的游 当然它 OK 这样子的话就是等于可以发动技能对吗 对,就是这样 OK 我当然你还你还得按你还得按过哦,就是让他让他继续继续再过去哦 当然这是加2,然后 怎么我刚才没有自动战斗,现在有自动战斗,其实有自动战斗也是蛮好的吧 我还有女生角色哦 OK 自动战斗的话,其实我也省了一样东西哦,就是 当能量满的时候,它会自己使用技能 这点的话,我又省下了时间哦 我又省下那个,就是想按技能的时间哦,我就只可以 就只需要,就是看着,看着荧幕就行咯 相对的简单多咯,然后英雄 什么,又有的召唤吗 哦,不是哦,这是该干什么 看一下啊 嗯 哦,强化,OK 明白 来 这里的话我们就继续哦 返回 嗯 OK 下次要干什么 哦 哦,他叫我点击这边哦 更换 哦,可以换名哦,更换头像 可以换他哦 声音开或关,这个是 OK,这个我应该没有吧,取消 哦 这是 哦,还有可以切换繁体中文哦 当然是不需要吧,因为 繁体中文的话,等一下我就 不是很会看了耶 所以这里,OK 这个是 50转呢 可是 哦,你不强制性一点的话,直接 直接要我按耶,直接要我去买耶 OK 零取 当然一下子这么多 这么多 体力的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用好 就只可以看一下,到底没有扫荡模式吧 如果 这游戏有扫荡模式的话 它的体力就容易消耗哦 如果没有的话 它体力的话就 哦,我只能说吧 打到何时 打到何时啊 OK 哦,这里的话是带着面具的 来,走 当然一下子有自动了啦 说什么都简单多了 而且它有 可以乘三 哦,可以有乘三哦 它不需要说 以那个关卡来计算哦 像你通过多少关卡过后 你才可以乘二乘三什么之类的 都不需要 一开始就有了 所以相对来说的话 这个的话我可以玩得很快哦 OK 也是一样的 就是这样子 哇,它 它那个是打后排 应该是要打后位 你看 它飞的到都是往后面去的 OK 这边继续 我超超喜欢它这个技能超帅的 可是 就是那个 名人吧 名人它的技能方面就比较 就属于是单体吧 单体的技能哦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带着一个铁环的那个 那就是这个角色哦 第一个那位哦 它的技能比较屌哦 因为它技能是范围的 让你们注意看哦 它技能就是 往地上一敲 让你们注意看哦 哦 这个 哦 原来哦 它也是后排的哦 就是那个飞 拿着小刀的哦 OK 我们继续哦 其实它每一关的通关啦 通关 时间都很短 是蛮简单的 只能说这类型的 游戏很省时间 真的超省时间哦 你看超快的 而且我还没有抓到一点哦 就是 我觉得我 应该不算 不需要抓吧 我觉得不需要哦 他们就是你看 他们没有分 谁先 谁先打 然后 打的先后没有分哦 就是他们碰面的时候 他们 可以了 他们自己就打了 就对了哦 你们注意看 还有一个boss哦 这个 这边还有一个boss哦 你看就是这样哦 他们自然 自己会打的 就对了 没说谁先谁后哦 OK 啊就这个你看 它的范围超帅的吧 然后 继续 快吧 你看 前前后后 有时甚至不到30秒哦 你们注意看哦 不到30秒哦 这是它的通关方式哦 所以这类型的游戏的话 一般上一般上哦 呃 很容易啊 很容易 它大家很容易就可以玩到 很高 只是不是玩到很高等吧 可能它等它等级方面的话 可能没有这么这么容易升哦 就是 打到的那个 那个关卡会 打到很远去哦 因为太快了 太快了 真的好快 来战斗 4级 好快不知不觉 我也没有察觉到 就已经4级去了 走 快吧 你看 尤其是当它发动技能了 你看它们技能一来的时候就这样 你看看 就是这样哦 哦 就是这样看嘛 直接解决咯 但有好有坏吧 如果 如果是以这类型游戏来讲的话 它 比较会容易 让 比较容易让玩家就是 会验进去吧 这是实话实说 这是真的哦 这是真的哦 因为它的样式模式 一样的 都是一样哦 就重复一直这样打就对哦 没有什么特别哦 但它竞技场那些的话 我不知道有没有了 这游戏 所以我们在 我觉得要稍等一下吧 我们来看一下 它到底有没有PK什么之类的 OK 这个关卡打完它 这关卡打完先我去 我去看看一下哦 因为它没有强制性教学哦 这类型游戏就是 没有强制性教学哦 就说它没有绑着你的时间哦 在刚开始的时候 它让你认坐哦 哇 刮掉了耶 这里的相对好强了 这里的 也许是我没有升级到啊 我也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进阶什么之类的 所以就会导致这个问题发生哦 这里的墙好多了你看 我觉得输了 这输定了不用看了 你看我我的那个技能这样打过去 它有一半的血 OK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它就会来了哦 哇它的这个梗也蛮屌的吧就硬硬让你打打到输为止它在教你哦你看就是这样哦OK点击 然后你 应该是进阶了这个应该是进阶不用看了你看 然后 OK 进阶果然 大致上都是这样的 每次都是这样哦变青色了OK 明白了 然后当然 当然 我刚才在说你没有强制性小学你敢敢你敢敢你敢敢竟然这样子 OK这是什么东西 使用 OK 我生这直接可以升级用的我 不错耶 当然 生的那么多的话你不用看了啦 你真的不需要看了啦你回去你包赢的啦OK 这个是他的OK OK可以一键哦 一键升级哦OK这样就好多了耶 可是 你奶奶的你既然你既然 既然绑着我我才说你没强制性教学你既然这样 OK 所以这轮的话绝对是打得赢的啦没有问题到这啦 果然哦就是说说说中了前排后排还有中排哦 他就这样子分出来了哦 走吧 青色 他变青色的 他变青色的果然不一样好强哦好屌哦 刚才打难 超难打的了一下子 我金副本都出来了哦 OK好 金副本我们来再挑战看一下哦 金副本到底有多强 我觉得金副本并没有强 没有强 没有说 把怪变强嘛 好像他只是 数量变多了而已耶 走 OK 我还不能秒杀哦还不能秒杀哦 三百三百哇血量也蛮长的了 我每下都都是 都是破百了就几百几百哦然后他还可以 就是 他可以顶那么多下耶 来吧 我那个那个 这里的这里的远站也蛮屌的啊远站也太远了吧你看 好远哦 OK 到我还你 就是这样 然后我有 两个同时一起发动技能应该 应该很简单吧 你们这些全部凶多吉少了 解决 还有一个 可以 没问题了 所以 还能吗 应该能吧 应该能吧 因为 我刚也是打到 我现在是打到那个第四个哦 所以现在我应该 金副本方面的话我也是可以到第四个才对哦 而且 这里不容易打了哦 还能回血哦 超屌的吧 那先跟 OK走 就是这样了 那先跟 可以 再来 好 解决了 OK等等级也升了啦 我已经到六级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 我看一下我先门下来看一下好不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东西 呃 这是什么东西 哦 这个就是说有关联的哦 你配什么什么什么的 他有什么什么特别属性的哦 要配搭配搭方面哦 然后我竞技场有哎你看竞技场 哦 要等到10级才有哦 所以这里的话我也觉得 嗯 那是可以省略掉吧 也不需要吧 签到哦 签到 这其实是每个游戏都有的 所以没什么特别哦 其实这这游戏的话 他的那个 就是说 也没有说有什么另类比较特别的东西 也没有啦 他就是 和一些就是手游也是接近吧 就八九不离十哦 只是他的呈现方式不一样哦 他是以动漫的方式来呈现 所以 哇 这么多东西可以拎哦 也太多了吧 你看你看看 太多东西可以拎哦 所以只能说吧 这类型游戏 我喜欢这类型游戏 也是有一个 就是有他原因哦 就是 他们在那个送礼方面 毫不手软 所以这类型游戏 我真的蛮爱 哦九级 有没有再快一些 任务呢 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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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快 九了 你看不知不觉就已经到九了 我再说十级的 十级的我还以为会很慢哦 我还不想去理他了 都有了 你看新角色哦 小鹰 一下子哦 一下子我角色 我角色都将近要全满了耶 太好了吧你 来 这里的话我们就 哦 我先返回先哦 然后我们去副本看一下有没有的扫荡 如果有的扫荡 哎呀我扫荡十次 哦不行 扫荡 然后 扫荡 再扫荡 他的扫荡十次 哇 还可以用钻石的方式来这样子来玩哦 所以我觉得哦 我觉得哦 你这是很不错的 你看 扫荡 可以扫荡两次哦 扫荡一次 扫荡卷不足哦 扫荡卷不足不可以拿钻石来代替吗 好像不行哦 这样就没办法了 所以这里的话 等下 因为是九级了的关系哦 我觉得啦 我们就一次过做完吧 就直接 直接我直接让他一次过一次性哦 一次性上 上到10级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看他的那个 所谓的那个 竞技场哦 PK模式我们看一下PK是怎么样的 哇哇哇这个我觉得 我觉得啦 是没有凶多吉少了应该打应该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可能打得赢的 我个人感觉啊个人感觉你看 拉圣根 真的是有点难哦真的是有点难哦你看 哎呀你回血回胎 胎 我应该怎么说啊 胎不是时候了吧来 我还只能打后排哦不行哦 还是打输耶 所以只可以 这里 不要扫荡了 我们用打的方式 因为怎么说啊 你扫 扫荡 扫荡的话 我又没有扫荡卷啊 其实不是不要用啊 真的 不是不要用啊 所以不要问我为什么只只打只选择经营模式哦 因为经营模式经验值相对比较高哦 所以因为我现在要升级嘛 用选择经营模式是 最最快的方法哦 他能够升级吧 哇他死的那个声音也蛮 听的让人蛮什么的吧 蛮小魂的耶 来 解决 能不能升级我就不清楚了 我经验值的话 可是他经验值是看哪里呢 等下我这里有比较疑惑一点 我们看一下 这个东西不是哦 这东西拿开 我们看一下经验值还会 还会多吗 战队经验值还要81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不会很久了 我们打我们打的去先 不会很久哦 当然这里的话可以提升一下那个 我觉得要提升一下 整体的在整体的那个战力哦 也就是在英雄这边 因为他们的等级相对好好低耶 根本根本没得来了耶 然后 我还可以 都可以了哦 都可以了哦 等下啊 所以这里的话我要把他们也就直接 你看 就是这样 你点这个 当然还有限制了 他有限制哦 一键升级 我每个都行哦 你看就是这样子哦 然后金币方面用 也不会说用很多耶 然后就 大盒的也来哦 就一键 它是看你的等级哦 你十一级的话你 你这些全部就可以一键到十一级哦 我还可以全部耶 OKOK 所以这样 这样看一下也是大概可以知道 我 他技能这边 所以我只能说他 好耗耶 真的好耗金币哦 我才说没有什么用到耶 他这真的好耗了耶 你单单一个你看 单单这样用一下都已经用了好多金币去了 然后每日活动 OK可以升级了 10级了 所以现在这里的话我们就已经开起竞技场了 我们来看一下竞技场 看完过后就可以为视频做结束了 来我们看一下竞技场是怎么样的一个打法 我还要还要照排列吗 诶 怎么 他是要公平 他是要有公平性的是吗 对方有四个我就只能带四个吗 诶没无力耶 为什么我只可以带三个我搞不清楚哦 我原来他的 他所谓的PK啊 竞技也是跟在打副本的时候一模一样 就是这样的 没什么特别哦 好吧 但是他背景方面就比较爽 就 这是在学校吧 在学校哦 所以这里的话 这里的话就OK吧 我觉得就分享到这里就行了 只要你们大致上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游戏 怎么样的一个玩法就行了 所以 谢谢你们的收看 大家 拜拜 好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